乞瓜宝宝学画画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画一个特别的雪人 他叫雪宝 看过冰雪星园的小朋友们肯定都知道咯 现在一个非常可爱的小雪人 我们来看看雪宝的样子吧 他的身体是由三个雪团组成的 那我们来画他咯 首先我们来画他的头部 首先画一个弧形 一个弧形 然后再画他两边 两边呢 从这个地方 伸出去一点弧 向下 伸出去一点弧 向下 下面有一点点疯 然后我们来画他的眼睛画出来吧 就把我的眼睛里面呢 还有一个小鼻 我直接先把他的眼睛画出来了 画上他的眉毛 那眉毛是这种向上的 前面粗一点 后面细一点 我来画他的鼻子 他的鼻子是一个白圆形的 嘴巴很大 连起来 用笔线连起来 我记得他是一个画非常多的一个画捞选 还有一个大牙齿 他头上还有一个小树枝 然后让我画他的身体咯 身体呢这里中间的这一节呢 画一点点幅度 然后连起来 在下面呢就画大一点 他的中间有三个扣子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然后画他的小手咯 他的小手都举起来了 非常的高细 他的小手就是两个瘦枝 分枝 有小区画几个 分枝 他还有两个角角 是两个血球 让我们跟他旁边画一点血滴吧 就是这种 滑滑流流的 线条来代表血滴都可以拿 其实雪宝很简单 比较浅的蓝色 给他的身体 上一点阴影 我们也可以使用灰色 我们使用灰色更好一点 在这种交接的地方 画一点 嗯 那我们来涂他鼻子的颜色 一个黄色 一个黄色 或者橘色也可以 加一个黄色 加一个高峰 他这个手是细细的树枝 所以我们涂上这种 嗯 浅棕色啊 深棕色都可以 嘴巴里面涂上一个深一点的蓝色 学宝呢 他也有一个他自己专属的英文文字 叫什么呢 O O L A F Olaf 学宝的英文名字Olaf 谢谢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和订阅哦 啊 年轻人 到此前 晚了 晚安 survivors